蜘蛛与少女 蜘蛛界里最爱蹲点鹰人的老六 当属颠当 颠当在地下筑巢 在巢中之网 洞口用一个圆形门板做遮掩 他没事就躲在门板下 等到猎物经过 便瞬间出洞捕之 长安儿童戏约 颠当颠当老手门 夜奔寇辱无处奔 我小时候 经常在一个街坊姐姐的庭院里观察颠当 那是我对长安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当然长安也有坏人 李和子是街市上有名的混混 他性格残忍 爱吃猫狗 城里的小猫小狗都遭其毒手 每次见到我 他都会找我要钱 我胆切懦弱 回回都给 有次没带钱 他们就追着我打 我慌不择路 逃到了街坊姐姐家里 姐姐 他们要削我 李和子 你给我滚出去 原来是爱管闲事的小姐姐一妹 怎么你看上这小公子了 要加入豪门啊 你吃了我的狗 我还没找你算账 今日你敢再往前半步 看见那个了吗 我可要叫人了 老大 墙那边是官府 老大别怂 他在CPU你 揍他 你那骑娃娃也叫狗 全身的肉 攒不出一根烤串 等你养老子啊 我再来 挖手吧 我们走 以后遇到危险 可以往我这儿跑 记住了吗 后来我随附游历四方 再回长安时 以物是人非 好消息是 被李和子吃掉的 几百只猫狗 在阎君面前告了他一状 因此罚他 变成了恶犬一样的妖怪 坏消息是 他还认得我 哈哈哈哈 做人是爱吃豆 做狗是爱吃人 小公子 干什么有种气势感 救命啊 以后遇到危险 可以往我这儿跑 记住了吗 姐姐 太好了小公子 这回可没人管心事 这回可没人 姐 变当变当老手们 夜门 夜门 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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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